由范公谷主導的臺北一零一 今天確認 第十屆董事長 由趙鋒商營法人代表賈永傑來接任 財政部表示 希望借重賈永傑在時尚 以及經營行銷等專長 帶領臺北一零一年輕化 國際化 而面對新職務 賈永傑說已經有很多點贊 想法 包括上任之後 想要整頓一零一觀景臺 一席黑色洋裝 賈永傑首度以一零一董事長身份 和媒體見面 他說自己抱著新生報導的心情 和學習的態度 將和專業經營團隊一起努力 對於身為台灣觀光地標的一零一 心裡有許多想法 希望打造出嶄新的觀景臺 觀景臺在整個人流 然後整個業績 其實跟之前相比 是差異非常的大 世界各國摩天大樓的觀景臺 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標 那如果說連我們的國人 都不是那麼支持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很大很大的進步空間 至於如何吸引國際觀光客 賈永傑也拋出 因目前臺北一零一國際旅客 最大綜圍韓國 初步也規劃 與韓國現代百貨合作 也計畫邀請韓星 來當觀光大使 我其實有一些初步 對韓國的這邊的計畫 像是可以跟 類之女王的百貨 現代百貨 然後有一些合作 那因為剛好 我們也有一些認識 對 所以大概會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回顧立任臺北一零一董事長 二零零四年第一任董作 由陳敏勳執長 紅鍋集團第二代經營者林鴻明 在二零零九年接任 第三任董事長 室友基金教母 號稱的宋文綺擔任 二零五年 時任總經理的周德宇升任董作 接著由政商經驗完整的張學舜 接任並連任 二零二三年 台北一零一經營及獲利 雙雙創下新高 而賈勇捷則是首位 藝人出身的董作 董事長非常的陽光正向 而且我相信他的公關行銷的能力 一定非常好 所以會讓台北一零一 更有能見度 三號董事會中 一零一總經理朱立文 因營運績效亮眼 獲董事會續聘 朱立文說 新董作賈勇捷的活力與人脈 將為一零一注入更多活潑的元素 估計二零二四年 一零一不論在商辦出租率 以及來客數都會成長一成以上 記者宣傳林間台報導